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即将在明年4月1日在全国开展 加州社区基金会近日联合商界、教育界、政府合作机构、媒体界超过150人 在洛杉矶市举行座谈会 增进洛杉矶人对全国人口普查的重视和了解 并呼吁社会共同积极响应 座谈会上多名猪讲人援引各种数据 向公众展示全国人口普查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根据加州社区基金会方面的介绍 精确的人口普查数据直接关系到学区划分、医院、公路等一系列公共设施的计划和统筹 还关乎社会福利、联邦资金等重要决策 旧洛杉矶线目前而言 近30年来人口增长趋势明显放缓 非裔、拉丁裔的住房拥有率并不可观 随着政治环境发生变化 特朗普政府推行严苛的移民政策 加之部分媒体的实时报道和社交媒体上以讹传讹 让少数族裔因身份问题产生担忧 从而对人口普查望而却步 加州社区基金会教育与移民部副主席 Evran Escobedo强调 根据联邦政府法律规定 人口普查为机密文件 其他领域若援引人口普查数据采取某方面行动 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因此不会对移民身份造成不良影响 它是重要的 一部分我们今天做的事是讨论 我们的社交媒体 第一个人 每个人在California 或者在美国的美国 无论的性格 无论的性格 就是把自由主流展開有理性來取消的 所謂。 因為這是我們在 WWDC 寺廠的細節 在學校和學生。 二、端端的法律在法律。 如決定上法律的法律。 是至於信息和可供應用的, 而無法使用的法律。 用 Came大利是反而不署。 她的法律不斷。 也任何人或是法律公司的東西。 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保证到我们的社区 即使在移民的性格是自然的义民 法律的公司或是非证据 知道他们的知识是重要的 而且他们的知识是肯定的 另外会计师何美媒作为亚洲语言 和媒体传播专家出席座谈会 作为主讲人 她在现场分享了她多年在亚裔社区 进行有效传播的经验 她认为亚裔族裔的语言非常复杂 甚至华人群体也有百余种方言 想要在亚裔社区做到有效传播 必须有精通多种语言的能力 她也再三呼吁华人社区 要积极响应全国人口普查 如果不参加人口普查 或是做人口普查里面 给予不实际的答案的话 实际上会影响到我们自己 华裔或者亚裔的权益 所以我呼吁各位朋友们 积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事情 谢谢 另外加州社区基金会也表示 除了引起民众对人口普查的重视 他们也希望民众能够信任人口普查 从而使明年的数据收集 做到更加精确 凤凤卫视实习记者江月眼山嘉宏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